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去讲 就是为我们的历史命令添加时间戳 为历史命令添加时间戳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做 为什么要添加时间戳呢 就知道它是在 也是为了安全审计是不是 对 什么时候执行 那这个怎么做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这样做 我这是编辑全局的这个BestRC文件了 对吧 全局的BestRC 这个文档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写 是不是设置了一个变量 HistTime 就是Hist 你可以理解历史 Hist 历史 Time呢是时间 Format是格式 给它加上这种时间格式 它这个格式是可以自定义的 我们这里写到的格式就是百分号F 百分号F 大家知道应该是年月日 具体的格式 大家可以这样看 Dat-Half Half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百分号F 就是这种年月日的格式 那百分号大T呢 大T大概就是这种 时间 小时 分钟 时间 这种格式 对吧 好 所以呢 大家可以理解 对吧 百分 百分号F 完整的日期格式 这种比较常用的一个格式 百分号F 比较常用 所以 我就可以这样去定义 这样定义好之后 那再看效果执行的 就是这样的 我在查看命令的时候 你看 是不是能够看到它具体的时间 来看一看 所以我就直接改这个变量 好 我们来试一试 那这里要注意 我去编辑我的 这个文件了 Bisrc Bisrc 大家也要理解 这个文件 它也是影响 全局的一个文件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来看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主要定义的是什么呢 系统 广泛的一些功能 或者是别名 我们的变量是可以加在 那如果你的系统的环境 一般都建议加在这个文件中 对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 Bisrc Bisrc 主要是 我们说这个文件 主要定义什么呢 系统的一些功能 最常见的就是 别名 我们要定义别名 可以在这里定义 是吧 别名 系统的功能 别名 叫etc Bisrc 好 那我们来编辑这个文件 编辑这个文件呢 大家可以看到 你就 在编辑的时候 你不要在 它原有的技术上去改 原有的技术上改 大家看到了吗 其实你要想学脚本 把它的脚本看懂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就自己去定义一个 可以写上我们的自定义 Define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呢 就写上这个格式了 让这个格式 我们的这个写法 我们加上一句 加上我们来试试啊 看看可不可以 试一试啊 我要想一想 要不要 这个泡腿一下 应该不用 试试啊 保存一下 然后sauce一下 DBC 当然也要让它重新读取啊 BizRC 好了 sauce一下 对吧 好 现在我们来试试啊 大家会发现 就就有了 嗯 我们在这里呢 你会发现 我们执行的记录啊 都会给它加上时间 时间戳 看到了吗 这样呢 会更方便的 对它进行做审计 对吧 做审计 呃 这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再切换到 我们的U7 呃 然后Ls Ls TMP Use Add 哈哈 当然它是没有 这个功能的 Hitory 对吧 没有问题 对吧 是不是啊 这样有更好的审计 是这个意思 呃 那有同学说了 老师 为什么你的格式 在这里看起来 要稍微好一点呢 主要 我刚才没有 细给大家说啊 我们在定义格式的时候 其实可以 自定义的 你可以看到 我在这写的时候啊 这中间有个空格 这其实后面 也有个空格 这样呢 有同学 这样没有加空格呢 就会看到 时间和你的命令 连在一块了 是吧 连在一块了 这一点啊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啊 OK 这是为历史命令 添加时间错 嗯 大家知道 这个需求 为历史命令 添加时间错 这样呢 我们到现在为止啊 就是 我们的用户安全 都基本上讲完了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 针对密码的 呃 这种 呃 检查 就是怎么去检查 我们的弱口令 检查我们的弱口令 呃 这里呢 我们要也要给大家 去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在后来啊 还会用到这个工具 好 我们先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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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一看